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停经八天了 那晚我没吃药 我媳妇给别的男人威信了这么一句 给我惊的 烟都拿不稳了 点开朋友圈 草啊 压的是个鸭 我去上海出长猜 我媳妇安排她闺蜜接待我 我一下飞机 就看见了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女 我正目不转睛盯着她又白又挺的大长腿呢 恰发现她手里拿着的接机牌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于大壮 难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我老婆的闺蜜 怎么不早说 真是正点 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美女接的人 恰好跟我同名同姓 我正想走过去问 结果那美女的眼睛 直勾勾落在我身上 双手捂住嘴 眼泪那是哗啦哗啦的直往下躺 这一下给我干懵了 我走近了 忽然觉着这女的有点眼熟 你 你是 哦 我指着她 我想起来了 你不会是那个 嗯嗯 美女拼命地点着头 喜极而泣 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我和这名小美女之间 发生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三年前 我去大洋山里检测项目 遇见了一个当路蓝车的女人 那女人扑倒在我车前 整个人的样子 那是真狼狈啊 她全身衣裳被撕成了碎布条 激进赤裸 双手被铁链锁着 脖子上脸上都是鞋 整个人哆哆嗦嗦的 话都说不清楚 见我下来 只一个劲抱着我的腿大喊救命 鉴于这山里一直都有买老婆的传闻 我猜这女的是被拐卖后脱逃的 忙打开车门叫她上车 然后一路将车开到了警局 本以为只是萍水相逢 之后葛安天涯 没想到三年后 我俩重逢在这熙熙攘攘的机场 世界真小啊 她竟然是我媳妇的闺蜜 名字叫小梅 小梅当年浑身血污的 看不清模样 想不到洗干净 再化个淡妆 竟是这样正点的美女 气氛开始变得凝重而暧昧 小梅一见我 当场哭得差了气 我心疼极了 走过去拍了拍她肩膀 低声 都过去了 别哭了呀 她拿手掌抹了下一眼 仰头冲我露出一个苦涩中 带着甜蜜的笑 我跟我媳妇本来说的 是我先在小梅那儿歇个脚 租好房子就搬 结果上海突然爆发疫情了 我被迫隔离在小梅家 解封时间不响 我承认我的龌龊 在小梅一大清早 细心给我做鸡蛋羹时 我盯着她计条围裙 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的身影 脑子里总是不自觉地想起 那晚她缩在我车后头 哆哆嗦嗦 捂住脸啜泣的神情 还有手上的铁链 她衣上被扯成碎布条 衣不避体的模样 真是想让人好好疼爱呀 想到这儿 我尽可耻的 起了生理反应 小梅是个好姑娘 带我很温柔的 变招法给我做好吃的 烘焙 烧烤 蒸鱼 她什么都做 上海没菜吃了 她加了十几个抢菜群 一大清早地爬起来抢 抢到什么好东西 总是先紧着我 搞得我挺不好意思 小梅为人精致 洗我衣裳的时候 用了三种洗涤剂 每天都叠得整整齐齐 搁在我床头 我侧过头去一闻 一股茉莉花的淡香味 实话说被隔离的这几天 我能感受到小梅 埋藏在心底的炽热 吃饭的时候 她总是不自觉地看我 但我只要一侧头看她 她又迅速低下头 脸蛋红扑扑的 我想三年前的那件事 应该是她心上的伤 同居的这么些天 没人提起 但约莫是我俩之间 藏着共同的秘密 我们相处的时候 气氛总是不自觉地 转为暧昧 满打满算 我在小梅家已经住了十天了 上海解封依然遥遥无期 我有些憋不住了 特别是随意上了点网 打开一个盗版小说网站 底下各式各样的小广告 衣着裸露的美女们 摆出各种各样的妖娆姿势 再配上博眼球的震惊体标题 没法让人不想如飞飞 暗夜里 我用毛巾盖住脸 脑海中开始了想象 那些小广告中女人的脸 不一会儿 竟然全部都变成了小梅 我满脑子都是小梅 甚至情不自禁 喊出了她的名字 门枝呀一声开了 端着一杯热牛奶的小梅 跟我面对面 我整个人都烧起来了 红得像只被煮熟了的螃蟹 壮哥 你找我什么事 小梅刚要脱出口的询问 瞬间梗在喉咙口 她整个人愣在那里 像只呆头鹅 打扰了 她缩了脖子 迅速关了门去 像只月光下的小狐狸 吃溜一声溜走 鱼大壮啊鱼大壮 我很抽了自己一嘴巴 我想我肯定是将她吓到了 我有些愧疚地想 我肯定是将她吓到了 我昏昏沉沉地一觉 睡到了中午 醒来 石小梅已经将饭做好了 我打开一看 有道菜是食肢肥大的生蚝 做得非常精致 内脏全都跳干净了 我一时又肝大又好笑 拿了只生蚝放嘴里 是前所未有的好吃 却总感觉 有那么一丝不对味 我吃完饭 听见阳台上的水声哗哗的 走过去看见小梅 在洗我昨晚的床单 一想起昨晚我做的事 瞬间大酒 但走过去阻止吧 又显得有点此地 无银三百两 我这一整天进退两难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可我没想到 到了晚上 她竟然主动来找我了 还是我洗澡的时候 晚上我洗澡的时候 发现梅拿毛巾 正愁愁呢 小梅敲了敲门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就已经进来了 穿了个墨绿色的性感小背心 包臀小短裙 我吓了一跳 身下忽然开始燥热 小梅的视线垂在地板上 小声 壮哥 当年要是没有你 我现在应该已经没了 我的命是你救的 你要是需要 我才倔壮抬起头 我可以 我像给针扎了一下 又吓了一跳 小梅红着脸靠近 我媳妇的脸 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忙退后一步 整个人贴到了浴室墙上 我喘得粗气 别 别 你知道的 我已经结婚了 小梅低垂着脑袋 眼泪巴达巴达掉在地上 我不会让新姐知道 我不会跟新姐抢握什么 都不要 什么也不求 壮哥 你就让我在你身 这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 我 我明白了 小梅站起身来 脊背挺得笔直 她直挺挺地往出走 边走边哭 走出门了 她又跑过来 将毛巾塞到我怀里 雨无伦次 那壮哥 你不要因为这个讨厌我 我心乱如麻 三下午除二洗完澡了 走到她房间门口 敲了敲门 没人阴 我嗓子有点干 小梅呀 等解封我就去找房子 门内传来急压抑的哭声 好像是她在咬着背脚 壮哥 我找你了那么多年 这三年我一直在等你 是我运气不好 我没来得及 我周身一阵 心里是明白了的大概 那年我救了她后 项目结束 我就离开了当地 我年纪也不小了 在妈妈的催促下相亲 结婚 兢兢业业挣钱给媳妇 直到如今 这么说 小梅霍救后 一直在找我 她 喜欢我 天呐 英雄就美的桥段 在我身上成了现实 刺激 想到这里 我心潮有些澎湃 张开嘴 愣了半 赏 半赏后憋出一句 那没办法 我结婚了 咱没这缘分 我促起眉头回房 心里跟揣了只兔子 秃秃乱撞 满脑子都是刚才小梅在浴室 蹲下去的画面 我喘了口气 这可不好 我当机立断给我媳妇 陈欣打了个视频电话 嘟嘟嘟的没人接 我有点恼火 再打了两个 还是没人接 我直接打了个电话过去 依然是无人应答 这是 睡了 我睁开一眼 看着空荡荡的天花板 这时 我手机响了 低头一看 竟然是条彩信 且 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彩信 打开一看 是条视频 无马毛偏辑的 什么情色网站 无聊 我正打算删掉 结果 一眼就看见那女主角 无名纸上的婚戒 周大福定制款的 我找我朋友设计的 家家呀 我整个人一个机灵 像熟酒寒天 给人泼了一盆冷水 直接给冻在那里 那里头的女主角 不是我媳妇陈欣还是谁 视频里的她蒙着眼睛 跪趴在沙发背上 身后的男人如机器般 不知彦足 很快她就没什么力气了 我和你老公 谁更厉害 谁能让你更舒服 我老公 啊 你 是你 我惊得瞪大了眼睛 晴天霹雳 这我活不成了 我连续十几个电话打过去 叮铃叮铃的没人接 我是气冲斗牛 心乱如麻 收拾东西打算往家里赶吧 打开斜程 一看航班都给停了 根本回不去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大不了租车往回开 我焦急乱窜的时候 小梅听着声音从房间里赶出来 壮哥 这大半晚上的 你要往哪儿去啊 回家 你回不了 这是封城啊 社区都封成这样 连物资都进不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句话将我给点醒了 刹那间 愤怒 委屈 不干 所有的情绪一瞬间将我给淹没 我失魂落魄站在原地 眼睛红得像只鬼 我打哭兜里摸出一根烟 点了好几回 打火机都没打出火 小梅走过来 脸贴在我的胸膛上 她双手环抱住我的腰 壮哥 你都知道了 星姐叫我帮忙拖着你 我我不知道那是你 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不会 我想都没想 一把将小梅推在墙上 双手压过头顶 狠定亲吻起来 她没有反抗 只静静认我失为 我感到有两行凉凉的什么 一点一点 流到了我的脸上 我跟我媳妇刘欣是相亲认识的 看见她的第一眼 我就被她的外表和身材迷住了 成心非常漂亮 有种林家妹妹的感觉 一眼看去 有点像刘亦菲 身材吗 那更是要多火爆有多火爆 我承认我肤浅 在看中了脸和身材后 我就开始疯狂地追求她 又是送花 又是送包 车接车送的 砸了不少钱 光彩礼就给了38.8万 我这人情史简单 就一个谈了四年的初恋 所有青春和热血都附在她身上了 结果压得劈腿了个有钱人 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就封心所爱 毕竟男人嘛 没钱就没女人 于是我疯狂地搞钱 搞钱搞钱 后来脸状有了点小积蓄 开始相亲 遇到刘欣 追求 结婚 就这么简单 刘欣说她一直生活在农村 没见过什么世面 也没谈过恋爱 跟我啥的 都是第一回 第一回牵手 第一回接吻 但是我说句不好听的呀 我俩洞房花竹叶 她没落红 她跟我说是她小时候骑自行车弄破的 我信了 现在看 我还真是个蠢蛋啊 压得跟我说了那些话 十有八九是骗我这个老实人的 娶刘欣的时候 我妈就说刘欣实在是太漂亮了 还比我小十岁 漂亮女人留不住 我还笑我妈老土 说那刘欣是农村人 淳朴得很 年纪小小就跟了我 没见过花花世界的人 怎么会有花花肠子 再说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待她真心 她自然待我真心 结果就出了视频那事 真的是 哎 小丑竟是我自己 那天在上海我是真的难受 我简直都没法正常思考了 只红着眼想杀人 小梅一直陪在我跟前 听我絮絮叨叨地说啊说 一言不发 只低着头给我倒酒 52度的烈酒 我是一杯接一杯地往下灌 我难受啊 我本来不是个话多的人 那天 我真的是将心里所有的委屈 都一股脑倾泻了 我这媳妇在家里没事 上网上的多 原来还能好一点 后来在那里瞎搞女权 整个人都不好了 经常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窝囊废 说隔壁的谁谁 谁一年都挣两千万呢 还说我不解风情 不会哄女人 我只要有一点做的不好 她就耍脾气 说我不爱她了 非要跟我冷战一个月 买个包啊 口红 啥的才表示 钱也就算了 不在外头累死累活 好不容易回趟家 就没个安宁 留心还没事在网上 跟一堆婆娘抱团 吐槽男人 说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女人有多惨 多没安全感 多被男人压迫极论 钱一定要放在自己手上才好 所以 我就被迫上交了工资卡 每月只得自己留点烟钱 现代花的还是公司的报销备用金呢 然后留心还在那单方面的辱骂我 说我呆 说我不浪漫 不解风情 不送礼物 有我跟没我一样 拜托 我一天累死累活 每三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跟她团聚十来天 工资卡我都上交了 我就问我 怎么解风情 怎么送礼物 认识我之前 她留心是个长妹 认识我之后 她每天插花美容喝下午茶 开玩笑 那有我跟没我能一样 更过分的是 她还在那老说 说像自己长这样的吧 至少应该嫁个身家破亿的 给我都是如墨了 我 唉 我真是越想越气 说太多吧 又显得自己小家子气 我吐槽的时候 小梅坐在一旁只安静倒酒 还沉默 我瞟她一眼 美好气地问 你俩认识挺久了吧 你对她的事 是不是都挺清楚的呀 她有过很多个男人吧 小梅低着头不作声 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俩都一路货色 只将她吓得哆嗦了一下 抬头正正望着我 又眼巴巴掉泪了 你别问我了 壮哥 要问你 去问新姐 有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 像什么样子吗 哦 怕出卖姐妹是吧 呵呵 你俩倒是姐妹情深 我转了转眼珠 开始试探 她跟她初恋 这么些年 一直没断过吧 小梅吸溜了下鼻子 新姐也是被迷惑了 她也不容易 我劝了她很多回 她就跟被灌了迷魂汤一样 不是我说 那男的真的不行 壮哥 吸食冰毒的男的 你想她嘴里有半句实话吗 什么 冰毒 我去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贼恶心 我冲进卫生间 把昨天的饭菜都呕了出来 妈的 婊子 不要脸 要不是前段时间公司体检 检查出我身体没啥大毛病 我这会儿非得跑到医院检查一下HIV 我在洗手之前洗脸 太阳雪橱是秃秃的直跳 小梅递过毛巾给我 眼睛红红的 低头说 壮哥 对不住 不关你的事 我擦完脸 回头看她 可能是酒精作用吧 小梅的脸颊红扑扑的 穿了个小吊带衫 那锁骨精致的呀 跟蝴蝶一样 整个人是越看越漂亮了 我一下没忍住 我也不想忍 我一把将她抵在墙上 低头亲吻 而此时满脑子 都是我媳妇被人摁在沙发上的画面 于是我也非常粗暴的 一把拦住小梅的细腰 开始疯狂报复 我一边起伏一边问她和刘欣两个 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是不是不把我当救命恩人了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小梅撞压在嗓子口的声音 被我搅得断断续续 她不停地摇着头 带着哭腔说没有没有 她不敢瞒我 她没有什么瞒着我了 完事后 我像挑死狗一样地睡了过去 醒来时 小梅在我跟前睡得安详 脸色有些白 看来是劳累不少 我掀开被子 看见床单上那醒目的一坨红色 整个人的心情 有点说不上来的复杂 一想自己可能过于粗暴 心里有点愧疚 便低头在小梅熟睡的额头 轻轻吻了一下 小梅在睡梦中攀着我的手臂 念如叫着撞歌 撞歌 声声句句 将我的心都要叫化了 就这样 我和小梅度过了 无所顾忌的二十天 上海解封后 我得回去 小梅帮我整理好了行李箱 衣裳 鞋子 甚至内裤都叠得整整齐齐摆好了 然后交给我 我走的时候 小梅动了动嘴唇 什么都没说 我搭拉着脑袋 拉着行李箱 一直朝前走 走得挺远了 不知道为什么回过头 看见小梅还站在原地 远远地看着我 就那么看着我 我心里一酸 忙给她打了个电话 嘴张了半天 终于是给挤出那么干巴巴的 乖 回去 她带着哭腔说了句 撞歌 你放心去吧 你不要怕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 我不会来找你的 我正想解释说 我不是怕她给我添麻烦 她就把电话给挂了 那人影远远的 也是跑回家了 留给我一个拖得长长的剪影 我回到家时 我媳妇不在家 我在沙发上坐着抽烟 两包烟都抽完了 我媳妇才花枝招展地 推开门进来 后头还跟着一个 干瘦干瘦的男人 我一眼就认出 那男的是 激情小视频上的男主角 我媳妇看见我有些慌 忙跟我介绍 说那男的 是他一个远房表弟 那男的也嬉嬉笑着 伸出手跟我握 说哥哥好 露出一片潦倒的大黄崖 溜冰溜多了吧 我根本就没握他的手 我嫌脏 那家伙倒也知趣 寒暄了几句 找了个借口溜走了 剩下我媳妇和我两个人 大眼瞪小眼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我媳妇倒是先发之人 骂起街来了 余大壮 你还要不要脸 你回来也好歹跟我打 声招呼 也好让我准备准备 你这样吓人一跳 太过分了 余大壮 你是不是被公司开除了 你有毛病啊 隔壁那谁 谁一年都挣两千万了 你还恬不知耻的 不努力工作 等着贴上掉馅饼 前几天你妈还跟我说 想抱孙子呢 就你这经济条件 抱驼屎吧 你 我塞帮子鼓了鼓 一句话没说 我媳妇骂呜咧咧的 将我给骂完了 转身去卫生间洗澡 我就继续坐在沙发上抽烟 她的手机就搁在 沙发前的茶几上 微信界面一亮一亮的 我直接给拿过来了 我停经八天了 那晚我没吃药 我媳妇给别的男人 微信了这么一句 给我惊的 烟都拿不稳了 点开朋友圈 啊 鸭的是个鸭 还不是那个什么 尿检风的初恋 直接就是个鸭 玩得还挺花 我是做土木工程的 算是个小老板 每个月给我老婆五万 三个月回一趟家 回家吗 就给我整了这出 现在看 我这媳妇除了脸蛋和身材 那是要啥没啥学历差 家在农村 挣不来钱 还他妈给我闷声做大死 自己吗 在家里一分钱不挣 还拿着我的钱瓢鸭子 脸都丢到姥姥家了 怎么 鸭的孩子都怀呀 我真是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嘴巴子 我都怀疑是他当年给我中了骨 就那么一张脸 竟然能将我迷得七荤八素 我媳妇洗完澡 边吹头发边往出澡 身上裹着剑舞的白衬衫 我一眼就看见 他那白花花的大长腿 可能是意识到我脸色不好 媳妇笑眯眯地向我靠近 我一下没忍住 刚准备进行一番忙碌时 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鸭 和什么尿减风的初恋 这他妈的脏病就玩犊子了 我立马去柜子里取套 留心回过头 魅眼如丝 别 我想和你亲密亲密 这是想把孩子赖成我的呀 我当场决定不能饶了他 取了装备后 我立马开始了一场 野蛮并无半点丈夫柔情的疯狂之旅 别人都不在乎他 我干嘛怜向西域 我趁我媳妇睡着的时候 破解了他的手机密码 这还用破解 直接救他生日 他不久前跟那鸭说他停经之后 鸭一直没回 我装成他 发了个 还拍了拍小可爱滚圆的屁股 鸭 姐你要这样说 我可就害怕了呀 你又不止嫖我一个 别啥事都往我头上栽 说不定是你老公的 妈的我三个月回来一次 他能停经八天 什么 他还调了多少个 我忍着恶心 开玩笑的 别怕 你今天上班不 姐有点燥 你会过来耍 压发了个定位 感谢新宝贝照顾生意 新宝贝默默打 新宝贝 新宝贝你妈呀 我也不要脸了 直接打电话将情况 告诉了我警局的朋友大K 这哥们一起 二话不说 直接出警了 我从警车上下来时 鸭鸭们抱脑袋蹲了一排 我当时就一脚 踹在了那勾搭我媳妇的鸭的脑门上 他光一声后脑勺着地 爬起来抱我大腿 大 大哥别打我 我 鸭的敢搞我老婆 什么玩意儿 我打断了那鸭两根肋骨 大K抱住我 兄弟你听我说 你冷静一下 讲真 你老婆这事 跟鸭没关系 我当然知道 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回家后 我媳妇刘欣还在睡觉 我打完人还不解气 真想直接给他抓起来 抽几个大嘴巴子 想想还是不要打女人 我忍住了 直接翻他手机看转账记录 一压一次六百块 他花了四万八 我忍住火气 跑支付宝看他余额 结果发现就剩下了三百五十三点八块 我差点没气抽过去 一个月五万 我给了他两年 娶他的时候 我还付了三十八点八万彩礼 都在他手上 就他妈只剩下了三百五十三点八 全嫖鸭子了 我翻转账记录 发现他每个月给他第一万五 妈一万五 好家伙 前几天还给一个叫 山市温兆伦的陌生账号 打了十八点八万 我可娶他妈的 是男人 拿我的钱养男人 余大壮你是不是有病 谁让你看我手机的 咱俩还有没有点信任了 你这是侵犯我隐私 侵犯我隐私 我媳妇留心蹦起来 一把抢过手机 怒气冲冲看着我 咱俩 谁跟你咱俩 信任 你还有脸跟我谈信任 我呸呀 我都不想把话挑明了说 我喘口气忍了 干咳两声说没啥 我一如既往 耸不拉几 指天灭地地道了歉 说老婆别生气嘛 我这不是太在乎你了吗 第二天 我拜托大K 帮我调出了我媳妇的聊天记录 和我不在时的开房记录 好家伙 就光那开房记录 匿匿麻麻排了两张纸 大部分都是跟他初恋 那个精神小伙的 我看了酒店监控 那小伙油头粉面 娘里娘泡 长头发遮住半边眼 还涂了口红跟个鸡老一样 把我给恶心的 大K说这小伙他认识 是他管的这个骗区的 二流子 游手好闲 是个诈骗犯 还溜兵 名字叫张四汉 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帅 平时自称山市温兆伦 哦 山市温兆伦 我媳妇的18.8万 应该是打给他的 这人我真的是 看一眼都嫌脏 我调出聊天记录 发现跟我老婆聊天最多的 竟然还不是张四汉 那个精神小伙 还是一个微信名叫 喜洋洋的男人 我媳妇跟他的路骨 而奔放的聊天记录啊 看得我真的是面红耳赤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那表面上清纯和未经人士的媳妇 竟然有如此甜狗和老色皮的一面 聊天内容的大部分都是在 夸那喜洋洋 说哥哥你真棒哥哥认识你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当女人的快乐 看得我尴尬的 脚趾头能抠出一座城 根据喜洋洋和我媳妇的聊天记录 能推出这个人是个国企高管 年薪据说有两三百万 自己名下还有好多家公司 说话温文艾雅的 对我媳妇出手我也阔绰 发个红包都是一万三千一百四十起步的 但他发给我媳妇那么多红包吧 全部都被他直接转账给那精神小伙了 看起来还挺专一的嘛 贱人 不得不说 我大K兄弟不愧是当警察的 侦查能力就是一绝 迅速就定位出了那喜洋洋的真实身份 蓝海化工市场部经理戴涛 这些年这戴涛一直保持着 跟我媳妇的不正当关系 是我媳妇的大金主 可以说是包养了她 我不在的时候 她老是隔三差五的过来 要我媳妇伺候 完事后会给她一笔钱 就这么简单 我想 我媳妇说她配得上年薪千万的 应该就是来人于戴涛 我呸呀 但是最近啊 这戴涛发现我媳妇 无怨无悔地供养了一个溜冰仔 也是恶心的不行 又怕自己和她继续苟且下去的HIV 想断了关系吧 我媳妇又威胁她 说要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她老婆 还要闹到组织上 让她丢掉工作 吃不了兜着走 实在没办法 她在偷拍了我媳妇和那溜冰仔的激情视频 发到我手机上 意思是让我管管我媳妇 我可真是谢谢你呀 我谢谢你全家 我一脚踹在戴涛这丝肥硕的肚皮上 拿了个棒球棍把这家伙往死里抽 只打十几个小时 打不动了 叫她出五百万平视 她可能也是觉得自己理亏 狄青脸肿地爬起来 嘻嘻苏苏从账户上画了五百万出来 连滚带爬跑了 我拿块板砖 朝着这次的后脑勺砸去 我去你大爷的 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妈的鸡的 我跟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 留心送出去的钱 我总得想办法给弄回来 我粗粗统计了一下 留心有一部分钱是给娘家了 另一部分是给那张四汉了 还有四万八给了鸭子 这笔不太好追悔 钱说的是给娘家 其实不就是给我那不争气的小舅子吗 一天天的 自己家里没什么钱 赶那儿装大款 赚着留心给的那点钱 念了个野鸡大学 还买了辆车 女朋友是一个月一换 看给骚包的 狂盗不是人 我租了辆劳斯莱斯 挺小舅子陈刚大学门口 没事就在她去兜风 吃香的喝辣的 带她去叶总会 KTV 画画世界吗 小东西没见过什么 我就给她看什么 那上千的洋酒 是一瓶一瓶的开 叶总会那些妞 一个个肤白貌美 大长腿 说起话来 小嘴又甜 分分钟给陈刚的小东西 哄得飘上云端 看见我那辆拉风的 劳斯莱斯 小东西更是眼睛都直勾勾的 猛地将我衣脚一钻 姐 姐夫 你发财了 我做事看看旁边 没的 就挣了点小钱 小钱 小东西滴溜溜的眼睛 望着那劳斯莱斯 弩弩嘴 这也叫小钱 姐夫啊 你这人不老实 姐夫 看不出来 你挺有本事啊 我把烟灭了 笑了两笑 也不都是我 我有个朋友 好像跟证券那边有点关系 买股票 有内幕消息 八十万进场 挣了三千万 直接财富自由了 我就跟了一点 没挣太多 小东西 跺脚 你干嘛不更多呀 我吐了口烟圈 我没那么多钱啊 你知道的 钱都在你姐手上 你姐卡的井 他不给我钱 我就没有 我这炒股 也是挣点零花钱啊 我意味深长 挑了一眼小东西 果然 压得不作声了 我心里说 你姐为啥不给我钱 你心里是没点数吗 你姐拿得出啥呀 小东西沉默了 这一路 我俩从头玩到尾 明显能看出 他情绪有点低落 后来 无论是夜总会的大白腿 还是火辣辣的洋酒 都再点不然他情绪了 果不出我所料 过了几天 小东西给我打电话 说姐夫啊 我这有把八十几万 能不能帮我买股票 我信你 到时候 我给你百分之五的手续费 那分明就是我的钱 怎么绕了一手 就成你的钱了 还分我百分之五 分你麻痹 我假意答应了 还特地嘱咐这家伙别转账 说因为是内幕消息 我们一般都是现金交易的 小东西没什么脑子 果然提了八十万现金过来了 哈哈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 这爱情他妈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爱过吗 我也爱过 我爱我那个初恋 我爱我媳妇 甚至对于小梅 毫无疑问我也都是有爱的 或者说我脑海中定义的爱 跟我媳妇脑海中定义的爱是不一样的 但是人总得负责任 不是吗 人一辈子这么长 总会遇到无数个让人心动的男男女女 要是每个都那么不顾一切 社会不得乱套了 我经过这段时间的打听 知道了那个溜冰仔张四汉 是我媳妇的初恋 他当年爱这个男人爱得死去活来 为他留过三个孩子 还跟着他做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小太妹 那他怎么不嫁给他呢 据说好像是我丈母娘嫌张四汉家里太穷 出不起高价彩礼 没法给他那废物儿子娶媳妇 死活不愿意将女儿给他 结果找了我这个能出得起彩礼的冤大头 满意了 也是我这神仙丈母娘 叫他女儿伪装成一张单纯的白纸 说没谈过恋爱 跟我什么都是第一次 来哄骗我这个老实人 依我们老实人是造了什么孽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我想我媳妇供养张四汉的那点钱 应该都是被他拿去溜了冰了 我看是要不回来了 这家伙一生的槽点 搞他妈 简单 说实话 我都不想跟这种人计较 晦气 我在家的这几天 我媳妇对我是特别主动 主动到还穿了黑丝琴去来诱惑 好看是好看 可我竟然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我一看见 我媳妇那张虚伪做做的脸啊 就控制不住的恶心 说实话 他为什么这么主动 我心里是明的和镜子一样 我这段时间不给他钱了 他的金主戴涛也逃之天天 他没钱 更重要的是 他想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一个爹 那一看就是我这个冤大头呗 他留了那么多孩子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 怀孩子的机会了 一想到这个 我不管他是怎么黑丝 怎么情趣 怎么JK 怎么小护士 我都觉得直犯恶心 就这么拖了一个来月 我媳妇看我是没有要出门上班的意思 可能他也意识到了什么 感觉到了我的冷冰冰还是其他什么 这段时间规矩了很多 不再像从前那么破口大骂了 这一个月吧 慢慢的肚子也显怀了 他有一天就欢念喜地地跑到我跟前 拿着两条红线的验韵棒 抱着我的脖子 老公你看这是什么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当时坐在沙发上抽烟 我是真的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我是真心的 只要他跟我说实话 只要他别骗我 这日子我还能跟他过 我慢条斯理地吐着烟圈 我说刘欣啊 你想清楚了 这孩子是我的吗 刘欣突然发起火来 抄起我桌子上的烟灰缸 光荡一声砸了 鱼大撞 亏你说得出这种话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年纪轻轻的 我一个黄花闺女 好好地就嫁给你 结果呢 你就这么对我 我好不容易怀孕了 这么大的喜事 你就这么污蔑我的人格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一听这话呀 我真的是 妈的 你砸个烟灰缸 是吓唬谁呀 我也是笑 不想跟我就滚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就好像是第一次认识我 那样 感到愣了半晌 忽然间两行泪就掉了下来 他嗷嗷哭 哭得歇斯底里 诅咒发誓说 如果不是我的 他天打雷劈 你这么发誓没用 要发就发誓 说你心爱的人会死得很难看 我媳妇很诧异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 呵 呵呵 呵呵呵 心爱的人 别闹 我有自知之明啊 我媳妇又赶那儿哭 哭得梨花带雨 哭得撕心裂肺 哭得两个眼睛肿的 跟核桃一样 我无动于衷 他又说 我知道你怀疑 可那孩子确实是你的吗 应该是那天我们坐的时候 泡破了个洞 哦 我眉毛挑了两挑 那该投诉杜蕾斯了 我媳妇哭完了 吸溜了下鼻子 说 老公 我给你蒸条鱼 我站起身 我出去一下 与你留着自己吃吧 见我媳妇的最后一面 是在警察局里 为什么她在警察局里呢 原因是她那个 真爱的精神小伙 张四汉贩毒被抓了一一 这是迟早的事 吸毒的哪有钱一直吸啊 那小伙又没什么经济来源 不都是我媳妇给的钱吗 钱没了 她当然没办法 以泛养西是这好人长走的路 我在中间玩了个小手段 我让大K跟张四汉说 你看 这女的给你那么些钱 还跟你搞在一起 是不是你的上限啊 贩毒这事是这样的 只要你在三十分钟内 咬出你的上限 你就算是重大力功 死刑也都可以免了 结果这个没卵蛋的 当场三脚演一番 劈里啪啦了一大堆 对对对 就那个女人 留心她才是主谋 我就是被这个女人迷惑的 她从初中起就不是什么好人 蹦迪文身 参加黑社会 这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我都是听从她指挥的 要枪毙枪毙她呀 就是坏种 大K给我看那小子疯狗一样 乱咬人的视频时 我真的是笑了 贩毒 醒醒 我那傻媳妇 根本没那个胆量 这岂不是要把她吓死 就这种男的 还帮金主给她钱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觉得悲哀 人女的跟这种男的 都不愿意好好跟我 大K拍拍我的肩膀 兄弟 看开点 苍蝇一辈子都不会觉得蛋糕好吃 苍蝇 她是吃屎的 我想也是 都怪我识人不明 我媳妇就是这样被叫进警察局询问情况的 进去的时候还挺为张思汉着急的 还扑付骂金一样的骂警察 说是警察乱抓人 要请律师 要控告他们钓鱼执法 伤害人权之类的 骂金还没骂完呢 和张思汉一见面 人直接过去给她了两嘴巴 声声句句 说她是贩毒的主谋 自己是无辜的 一下就把她干蒙了 愣在原地 半晌说不出话 然后我媳妇就怒了 声泪俱下的控诉 讲张思汉之前干的那些小偷小摸的罪行 一股脑的全街发出来 什么偷电瓶 入室盗窃 拦路抢劫呀 我真的是 唉 看着他们狗咬狗 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原来他所谓的爱情 也就不过这样 有什么高尚的 真那么高尚 当年也不会为了点彩礼分开呀 更不会为了前尾深于我 我他妈 我这是什么冤大头啊 我推他门进去 我媳妇看着我是更懵了 然后干了无比傻叉的一件事 扑过来一把攀住我 让我救他 说那个溜冰仔血口喷人 说他肚子里怀了我的孩子 让我救他 哦 到现在还一口咬定的孩子是我的呀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他要是这时 还能特别坚定地跟那张四汉站在一起 说他真的喜欢那张四汉 我还能敬他三分 现在看也就这样 我居高临下 看着他那么熟悉的一张脸 突然间觉得也不过如此 也没那么漂亮了 我突然间是看他一眼都觉得多余 离婚诉讼 我已经叫律师去提交了 内中还包含了大量他出轨 调压 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 我找了人 这婚是离定了 只怪我当初瞎了一眼 怎么看上这么个人 也罢 谁这一辈子不吃点亏呢 离婚判决下来的时候 刘欣站在法院门口扯着嗓子骂我 骂我抛弃气子 骂我不是个东西 骂我尘是美 怎么难听怎么骂 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也就只有嘴上成点能了 半年后 我拿出所有积蓄在上海买了一套房 这时候疫情已经过去了 经济开始复苏 街上人群又川流不息了起来 我走在上海街头 一场雨过后 缤纷的落叶扑了一地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瞧啊 空气是这么地清新 我许久没有呼吸到这么清新的空气了 我买了99朵红玫瑰 站在小梅家解封的楼下 她背了个小胯包 慢悠悠地出了电梯 还是那么地漂亮 却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 我看见她鼓起来的小腹 微微愣了半晌 片刻后整个人心花怒放起来 我拿着红玫瑰迎上去 我一把将红玫瑰塞给她 我笑着说 太仓促了 这回没来得及给你买戒指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买戒指 小梅站在我的对面 双手捂住嘴 忽然间喜极而泣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